好,各位同学,我们接下来请看到一至二 关于空间向量的坐标表示法 那我们要讲到空间的坐标的部分 我们就要先建立一个空间坐标系 空间坐标系 好,那么空间坐标系怎么定的呢? 我们先带同学把我们的内容看一下 空间中任取点O做圆点 通过O做三条直线 他们两两互相垂直 请注意,这个重点要注意 这三条线必须互相垂直 那其中某两条可以取为X轴Y轴 那么将右手四指沿X轴正向 弯曲至Y轴正向 定义大拇指方向就是我们的Z轴的正向 如此就可建立出空间坐标系 所以这边请同学注意到 我们看到下面图形2 这边是不是画了三条直线 那么有一些实线的部分 有一些虚线部分,对不对? 那实线的部分代表说 我们看得到的就是实线 这个我们在一支一讲过 虚线代表说它是一个相反方向的 它可能就是往直里面去看不到 所以我们就把 这个X轴跟Y轴 习惯上我们就把这个平面 我们纸面这个就定为X轴Y轴 那事实上这个Z轴它应该就是垂直我们这个课本的出来的这个面 垂直课本出来的这个面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三个三条直线两两互相垂直的一个状况 我们用手去把它比出来 它就是我们的右手的情形 大家可以看到图3这边有一支右手 对不对? 那老师这边简单做了一个小小的模型 请大家可以参考看一下 你也可以跟老师一样 就是说 我们简的一个 大概是一个正六面体的一个空罐 然后呢 在它的下面 我们分别 黏上了三根竹块 那这时候这边这个就是X轴 然后呢 我们的Y轴 然后上面这一根我们就是标一个Z轴 X轴Y轴Z轴 那么这个就很像我们课本的图3所表示的 右手大拇指代表的是我们的垂直的Z轴 然后呢 下面有横的这两个垂直的分别就是X轴跟Y轴 那同学也可以比较下 你也可以伸出你的左手 伸出你的左手 大家可以做个比较 就是说你把左手的大拇指跟这个 这个垂直 对不对 然后食指跟中指再垂直 那所以这时候你也可以把它想成说 我们的食指跟我们的中指就是XY轴 然后这个大拇指就是Z轴 你可以自己把它比一比 把它比一比 这个其实都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做到 可以达到三条线 两两互相垂直 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构成一个空间坐标系 那当然你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找三支笔 找三支笔来做一个模拟的话 比如说这边这个站起来的就是我们的Z轴 然后呢 它下面这边我们分别再放两支笔 所以我们这三个颜色的笔 红色蓝色黑色对不对 黑色的可以看成是X轴 那这个看成是Y轴 那这就看成是我们的Z轴 红色这支可以看成是Z轴 所以就说 看你怎么样去做一个界定 看你怎么样做个界定 来 接下来我们请看到翻过来 第22页这边的说明 来22页在讲什么东西呢 我们把它加起来 22页在讲的就是说 这个空间座法系建立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 把其他的一些名词来做一个界定 其他的名词来做个界定 我们请看到22页的上面这边 22页上面这边 X轴与Y轴所决定的平面 我们就把它叫做所谓的XY平面 XY平面 Y轴Z轴所决定平面叫做YZ 以此类推 X轴和Z轴叫做XZ平面 所以这三个平面也会两两互相垂直 那么就将空间分隔成八个挂线 注意这个名称叫挂线 那么三个轴的正向所为成的挂线 就叫做第一挂线 所以大家看到图形是这边 X轴Y轴跟Z轴 那么有没有看到 它分别有深蓝色 再来浅一点蓝色 再来最浅的 这个三个平面 切过去就切成了八块 那我们就把它叫做八个挂线 因为在中国古老的易经里面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项 所以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X和Y轴 切成四个大象的像 那么再来四项生八挂 就是叫做八个挂线 我们中国名称把叫做挂线 就是刚好呼应到易经里面的这个数字 易经这个数字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一样老师把刚刚那个模型拿来给你们对比一下 就是说 所以X轴Y轴 我们现在老师左手的这个平面 就是X轴跟Y轴所形成的平面 叫做XY平面 再来X轴跟Z轴 这一面 就是所谓的XZ平面 相对的 Z轴跟Y轴 所形成的平面 就是叫做YZ平面 所以老师这边所捡的这个正六面体的这个部分 刚好也就是放在我们的第一挂线 因为它是在X轴的正向 Y轴的正向 还有Z轴往上是正往下是负 所以我们这三根足块子的位置 分别标示的都是正向的位置 那么这个正立方体的部分 就放在我们的第一挂线的位置 帮助我们做个判断 帮助我们做个判断 好 来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个名词接着看到 22页的中间这里 空间中过P点 做L线或E的垂线的时候呢 它的垂直注意 垂直就是当我发生垂直的时候 那个点的坐标 我们中文名称叫做垂直 叫做Q点 那么叫做Q在P 对于L线或者平面E上的投影点 或正射影点 注意这两个名称都可以 那投影点我们也就是因为叫做Projection Projection Point 它一个投射下来的这个点 投射下来所产生的这个点 那重点就是强调什么 它的这个投射下来的地方 一定要发生垂直 一定要发生垂直 不可以说只是碰到而已 那么所以既然是垂直的话 那么它也就是只有only one一个点 only one一个点 好有了这个观念之后 它做投射下来的这个垂直投射 得到的这个垂直这个点 知道它的一个构造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怎么定我们的坐标 看到图形7 空间中任一个点P点对X轴Y轴Z轴 分别做垂线 而且垂直就是ABC点 如果ABC的竖线坐标分别是小ABC 我们就定义P点的坐标为 括号的A小ABC 来请注意 大家看到图形7这里 P点这个坐标ABC怎么来的 它是P点向X轴 注意向X轴做垂线 产生的投影点是A点 A点它的坐标刚好是 从圆点算过来 它是小A坐标 同理P点向Y轴上的投影点是B 那它这个点在Y轴上 对于圆点的距离刚好是小B 同理P点对我们的Z轴 对过去的点是C 那它的圆点对到这个C点的长度是什么 是C 所以这时候 它的 坐标关系 A点的坐标就是什么 小A00 有没有看到 因为你是落在X轴上的点 同理P点坐标是什么 注意 P点坐标是Y轴上的点 所以它是0B0 0B0 C点坐标呢 它是Z轴上的点 所以XY为0 就是00C 那么这里的大ABC三个点 分别就是P点在三个座标走的投影点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个虚线的位置 你会觉得说看起来好像不是垂直 它事实上因为这个蓝色的这个立方体 它是一个空的立方体 你要把它想象成这是一个正立方体 然后它是一个立体的 然后它对这个X轴 对Y轴 对Z轴分别做垂线 所以这个地方老师在借用模型跟大家比一下 就一样我们在第一块线这边 我们P点在这个位置 所以P点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向X轴 我们做这个垂线过来 那么这条蓝色的对角线 就是我们的对X轴的垂线 那注意到这个地方的垂直 就是发生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垂直 你现在看起来觉得它没有垂直 事实上这条蓝线 它是跟这个X轴是发生的垂直 是一个在空间中的垂直 那同样道理我们这个P点向Y轴做过来 这里一样垂直的时候 这个点是B点 那对过去 这个点的话是什么 是Z轴上的C点 那Z轴上C点这个比较好想 就直接往这边对过来 就到这里是有一个C点 那么所以这里是A点 然后呢 这边是B点 Y轴上的点 然后这个点 Z轴上的点是C点 所以以此类推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P点的坐标是A B C A B C 这样所产生的 这样所产生的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二三页上面它怎么定 请注意 接下来二三页这边的定 规定的部分也很详细 看到图形的8 我们有了A点之后的小A B C 也有了A点是A00 B点是0B0 C点是00C之后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 Q R X这三个点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 正六面体它有八个点 我们事实上原点是000 已经有了 那P点A B C有了 所以我们剩下这三个点 要把它标出来 好那这三个点呢 怎么标 请注意 我们看到这个Q点 P点对XY平面的投射 P点对XY平面的投射 投下的点就会是A B 0 那简单的讲 P点是A B C 你投射到XY平面上 所以代表说你是下降 下降是代表什么 Z坐标代表高度 下降降到0为止 降到跟原点一样 所以X轴Y轴上 还是有坐标就是A B 0 所以Q点坐标是P点向XY平面 所投射下来的投影点 那相同观念 我们P点向X轴Z轴 所投射过来 在X轴Z轴所成的平面 SZ平面 投射过来的时候 是什么点坐标为0 因为你向X轴Z轴投射过来 所以代表Y坐标归0了 注意 Y坐标归0之后 原来的坐标A B C就变成什么 A 0 C 外坐标归0 有没有看到 彭里P点坐标向YZ平面 做投射 YZ平面做垂直投射 所以YZ平面上的坐标 是有的 B C 但是是什么 坐标归0 是投射过来之后 在YZ平面上的 A坐标是0 所以这边变成0 B C 所以23页的这里的QRX 这三个点的部分 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P点分别对XYYZ SZ平面分别做垂直 你们看都是做垂直 三个垂直QRX就分别是 它P点在这三个平面的投射点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的坐标 它的坐标分别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么利用到定义 还有我们前面一之一的 三垂直定理 就可以知道说 Q点在三坐标轴的 投射点分别是A B O 对不对 Q点在三个轴坐标平面的 X轴的投射点是A B 然后对过来就是O 对不对 对过来就是O 然后呢 R点在三个轴的 投射点分别是什么 对应到我们的 O B和C 那X点就对应到什么 就对应到A O和C 所以可知道这三个点的坐标 分别Q点是A B O R点是0 B C X点是A 0 C 那么这样子所画的一个 一个正六面体 它可以是一个长方体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空间坐标 把我们所要的的这个点都 相关位置的点都找出来 不管你是在某两轴所成的平面上 或者是在轴上的点 所以注意哦 二三页图八这边 A B C三个点都是轴上的点 那么QR S这三个点都是 这个三个平面上的投影点 这是要把它认清楚 那么下一段我们会根据 这个位置再来做一些长度的计算 了解了吗 那么一样我们刚刚的这个 在借用我们的这个模型对一下 就是说 像P点投射到下面这边来的A点 对不起这个Q点 Q点位置很明显 它在X轴 在Y轴有长度 但是呢高度就降到0 所以Z坐标就是0 那么Q点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X点在这个位置 所以P点投到我们的XZ平面 P点投到我们的XZ平面之后 这是X点的位置 X点位置很明显是Y坐标 到0 那么X坐标有 Z坐标有 好 P点投向ZY坐标 YZ坐标这边的时候 投过来这边 对不对 投到老师的右手的手指的 这个点的位置的时候 投到这边的时候 对过来有Y坐标 对过来有Z坐标 但是X坐标就对到0 X坐标对到0 所以这个部分老师希望 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个模型 然后实际的去看他们的位置 这样就会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对于我们做立体就很有帮助